這個中學的中學 中學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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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進過 離島 就有離島 還有找住的人 只有不到40個人開會 秘密的會議 完全沒有張貼 這個625萬的預算 納稅人的錢 誰講的納稅錢 這你家公園嗎 我去找里長 里長說什麼 我家在中環管你屁事 我家在中環管你屁事 我是高師大畢業校友 我每天在這邊都會經過 這公園公有屁事嗎 關全體市民 都有事 我們的高雄公園改建 不斷的在摧毀大樹 就因為少數的人討厭樹 請問他敢社區共投嗎 我們這邊連署了2500人 整個社區 非常多人都是反對 非常多人敢怒不敢言 不敢站出來 因為里長非常的惡劣 非常的阿爸 所以我們希望 2500人連署 2500人的連署 可以讓高雄市看到 然後有市場不看到 這樣的公園改建 絕對 絕對不是有少數的人在那邊操弄 是該有多數的居民 最起碼 你敢居民公投嗎 你敢居民公投嗎 我不相信你會贏啦 我們接下來我們在針對 他們號稱 號稱黑板樹有什麼問題 我跟各位講阿 黑板樹在國外是優質的景觀樹種 他有什麼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那他們說 什麼什麼樹阿 會破壞人行道 在公園裡樹穴那麼寬廣 有什麼問題 他不是在人行道的小樹穴阿 所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他說有斷枝 台風天哪一種樹不會斷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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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的一個說法 都是不合理的 完全不合理的 包括掌葉平撲 很多人說是沒有味道 少數人說有味道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修剪 可不可以透過一些藥劑的處理 都可以處理阿 幹嘛把它移除呢 大概是這樣